2945票 弃权3票 宣读完毕 通过 15号大陆两会闭幕式 人大代表投票速赞速决 半小时内全数通过了 总理工作报告等八项决议草案 其中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和外商投资法 从提出到通过只花了两个月时间 堪称两会史上最快 最后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 在台湾问题方面 重申习五条讲话 将习近平新时代对台方针写露历史 李克强呼应习近平参加 福建团审议时的柔性诉求 将台湾同胞当作自己人 将开放更多会台措施 总管财经事务的李克强 把台商定位为特殊内资 他说台商投资保护法 比2020年1月1号将施行的 外商投资法更加优惠 大陆对台战略越来越清晰 2005年在胡锦涛任内通过反分裂法 以制限来遏制法理台独 今年两会上通过了习近平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用法理统一来推进统一时间表 以上是记者 陈正茂金属清 在两会采访报道